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先進到VCR 今天討論非常激烈 你就是有這麼多機制 你應該是在這個機制內處理 而不是每天貼臉書 找議員來執行我們 這很奇怪 其實 你看的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的LB 有沒有看到的 那個 我大概這樣看過去 沒有仔細去讀他的文字 那我看了之後 你第一個感覺 這也是這樣 你有意見 就進來講 比方說 你的考察報告 到昨天晚上才突然上 那我們之前 誰看過 我就誰看過 或是說 你有什麼 不是這樣 當然這個都可以討論 我們每個月都有雙首長會議 然後我禮拜一到禮拜 每天早上七點半都有成會 台北市政府大大小小的 有問題的 都可以直接打電話到市長 都可以掛急診 所以絕對不是說 我們不跟人家討論 不跟人家什麼 我要強調 他是 他是 北龍公司的總經理 他是一個 在國家常態的行政體系 要有行政倫理 請另外拜託 請你主動的約詢他 跟他好好的 跟他小語大意也好 或充分溝通也好 讓這個重大經濟 能夠在常態之下 來推斷完成 這個本來就在體制內可以解決 也就是有這麼多機制 你應該是在這個機制內處理 而不是每天推臉書 找議員來執行我們 這很奇怪 好我們回到現場 這個畫面裡面是有關 另外一個很重要議題 是那個第一市場改建的一個 相關的不同的內容 那有北農510總經理的版本 當然也有市府的版本 那引起很大的討論 我們前面的話題 談到說有關這個器官 非法移植的問題 我過去常有一個 很有趣的小廣告 這是一個叫Sneaker 是一個賣這個 什麼叫巧克力吧 肚子餓的時候拿一根Sneaker 它的廣告標語非常有趣 說You are not you when you are hungry So you are not you when you are hungry 當你飢餓的時候 你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你 選舉本來就是一個用野心 對抗野心的過程 你有你的政治報復 你的政治野心 我有我的 但是一定要慎防 當過度權力飢餓 勝選飢餓的時候 會做出一些很奇怪的行為 像這個好笑的畫面 對不對 本來是被獅子吃了斑馬 因為餓的時候要抓狂 他反過來倒過來追這個 比他兇狠的獅子 OK 像一些奇怪的動作 人家往前把他往後跑 像連飢餓的時候 連大家認為誠信度最高的林肯總統 會不會他的鼻子就變得越來越長 開大家一個小笑話 也注意說政治人物在飢餓選舉過程當中 慎防那個過度的飢餓造成什麼 行為的失控 議員你有補充麻煩你 其實我剛剛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他們在爭論這個議題 但是事實上我應該來看 比如說你吳祥輝先生 在維基百科裡面提到的是政治公關業職 他裡面提的 那麼裡面敘述到 這是維基百科裡面提的 他寫說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 吳祥輝積極參與姚文志的競選活動 吳祥輝並在政治參會政論節目及報紙投書等 發聲渠道積極主張民進黨應自提人選 選情將回歸到藍綠的對決 所以這個就是他本身來講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對這個事實面來做一個陳述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看自由時報這麼大本的廣告 費用很高 那請問這廣告費是誰出的 市長有類似提出這樣的指標 就如同前一陣子各位也看到了侯友宜 他的一個文化大群管的這個事件 也被刊載在好幾家的大報上面 大報 大報上面 那刊載的請問廣告費誰出 那事實上上面掛名的叫做金介壽市長陳雪仁 對不對 可是大家就後面還是質疑 還是質疑 錢從哪來 還是質疑 錢從哪來 還是質疑說對誰最有利 對誰最有利 對誰最有利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說 當墨水潑出來以後 那大家去研判 這個墨水潑出來 對誰最有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誰跟著潑出來的墨水 不斷地起舞 這裡面就出現了正向官 那再加上他所刊載的 剛剛講過了 他的載體自由時報 那他的對象又是誰 對他的觀眾長期的政治屬性 也就是說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議題出現 當然 會被人家 引射到說 是你姚文治陣營 或是姚倫多 是否你是幕後的這樣 沒有錯啦 剛剛時期說的對了 就是說 我們就懷疑姚倫多 沒有姚倫多 太跳躍了 也沒有直接的證據 對 這也是OK的 這種頻率是OK的 不過 從吳祥輝的 他的一個從事的工作 包括這個廣告 到底是誰出 吳祥輝不會出這麼多的錢 來看這個廣告 所以他背後一定有人主謀 所以這個是可以肯定的 這一主謀是誰 我覺得選舉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 是 大家都心知肚明 柯文哲陣營也知道說 心知肚明大概是誰幹的 連國民黨的陣營 我相信心知肚明大概是誰幹的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大家 應該要回歸到 回歸到 如果柯文哲 如果丁守中 如果姚文志 他們真正 真正喔 個人在過去從政的時候 確實有 確實 確實有問題 確實有弊案 那我覺得 把他事實拿出來 做檢驗 我覺得這是選舉 本來就應該有的事情 OK 選舉就是要檢驗 這是沒有錯的 可是我剛講過 如果四年前已經被檢驗過的東西 而且被釐清過的東西 這個時候突然又拿來泼墨水 我覺得這個行為 就我個人來講 不管是誰對誰 我都認為不足取 不足取 OK 這個話題耽誤太多時間 可是也真的討論非常激烈 反倒是每次要講 吳一寧相關的事情 都很像都被時間 都被分享掉了 OK 批發市場改建需求 經充分討論並採取滾動式修正 這是台北市市場處 針對這個議題 提出了最新的新聞稿的說明 這個魏忠 您長期也關心這個議題 到底是怎麼樣 兩個版本有天差地別嗎 有人說背後可能有 見不得光的政商利益在裡面 我是從市議會的小圈圈裡面聽到的 包括為什麼要讓韓國瑜走 就是因為未來就是有這個大的改建案 百億的工程 所以你這個可能不好改好配合 所以麻煩你走 OK 你走 哇 什麼樣的人來 那新的紛爭又來了 有這麼複雜嗎 搞到在市議會的質詢 連柯P都不高興 我看他手都快要拍桌子 就是說那你在指責我是貪污嗎 我採取一個相對經費比較高的案子 是指我在貪污嗎 你的觀察呢 我其實沒有聽過說這個要韓國瑜去職 跟這個後面有什麼樣可能的利益 有關的這種比較有說服力的說法 沒有 那如果我們從政治分析來說 一般大家會公認說韓國瑜跟民進黨 是比較不對盤 這也當然因為他過去是國民黨的立委 那一般也認為說 吳英寧是現在比較 民進黨跟民進黨的關係是比較親近的 那如果說以這個邏輯來說 你說把一個屬於市府當權派 就是跟柯文哲比較親的韓國瑜 把他拔掉 換上一個是在野黨的人選進去 而且你看現在還被這個柯市長 在質詢台上面自己人修理自己人 博文為衷 你要知道 吳英寧背後有中央民進黨的力挺 就算有這些 就算有這些關係 這個我剛才講那個所謂陰謀論都好 在我耳朵嗡嗡嗡在響 就是基礎上就建立在這個地方 其實第一個文家你剛剛說中央力挺吳英寧 我也不這麼認為當然是可能有一些人覺得 理念跟吳英寧比較相近 例如我就對他在颱風季節平易菜價 我很期待 但是你說我跟他有沒有關係 我跟他是毫無關係 但是你說回來 能決定改建市場利益的人 終究是市政府 或者終究是市政府決策核心的人 所以就算中央再怎麼通天 你說今天是跟美國關係很好的 他也動搖不了台北市政府的決定 所以以這個觀點來說把一個跟柯親近的韓國瑜換掉 換上一個是跟在野黨 就是好像比較近的 所以問一個政治一謀論 包括背後的利益沒有關係 那個是相違背的邏輯 如果真的跟利益有關 那不是應該我們要巴結著一個可以通 更有趣是說 那為什麼柯市長一直在發言說 你有很多公開的正式的場合 可以就不同的提案內容來討論 為什麼你老是要在臉書發文 那甚至有一些議員來幫他所謂代筆質詢 弄得市政府有點理外不適 你在觀察呢 其實你從柯市長第二天的發言 你會知道他第一天的談論 也有一點沒有搞清楚狀況 因為他的認知是說 吳英寧北農總經理 隨時可以把他想要的提案 報到雙首長會議 或者是市長會議裡面 包括董事會裡面都可以討論 但實際上公務局長有出來說 其實制度上根本沒有這樣子的權利 北農總經理不能隨便拿一個提案出來 所以你們來參考一下這個 這是公務局長講的 雙首長會議就是公務局長 他是其中之一 所以事實上過去 也許吳英寧曾經想循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充分溝通 但是因為不合體制不合流程 所以可能也沒有充分溝通 這這個我不曉得 但無論如何我們持平來說 這件事情上我認為 吳英寧沒有什麼太嚴重的 就是因為他提出他的 他就北農的立場 他那個比較理想的改建方案 他的提案也許 並沒有比那些所謂什麼建築師 什麼其他那些規劃的專家來得好 但是這也不是罪啊 我可以提我的建議嗎 我不是最好的 但我可以建議嗎 那柯市長不予採用 我覺得也不需要在議事殿堂上面 這樣去修理 你這個應該是坦白說 還回他去說柯文哲嗆他說 他懂什麼東西啊 是那最後的最後 其實我在一年前 我是財務委員會的副召集人 那我們委員會裡面 就是剛好就是審這個 改建市長預算 那一年剛好是 特別我們那一年裡面 還有周伯雅是 他是我們議會裡面公認 就是最會審查細節的一個議員 對於改建案的相關經費 還有後續的處理 其實都討論得非常的細緻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在裡面 上下其手 所以今天就算有人陰謀論說 這個提案或者他被否決 都是因為利益喬不定 還是要排除石頭 或是不同的廠商的利益 這個也太把議會的角色 把議員的部分 視若無睹了吧 還有議員在把關呢 還有非常多的人 在盯著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存在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當然表面上看起來 可能柯市長跟 吳總經理之間 有意見的不合 您觀察背後 有沒有更 一些值得我們去探究的地方 時間不多 一分半 我相信經過這幾回大戰之後 大家可能很多人想 跟吳怡寧說抱歉 當初不應該說他是小白兔 這個他顯然比小白兔 深多了 這個他不來公開 不來公開的背詢 但他透過公開的放話 或是找民進黨議員 來替他質詢 這樣的方法 來表達意見 我認為是非常不高明了 但是市長同樣 應該也要負他的責任 他不能就是在帳面上面 這樣生氣氣頂回去 或是找市場出來放話 相對應 我認為他們兩個人 都沒有提出負責任的解決方法 我們來談版本 談一個大家最有感的好了 這個吳怡寧的版本 就是從拍賣市場這個角度來說 很多人說他的功能版 比市府版好 就是他的這個擴張賣場的面積 還有樓頂挑高 建立冷藏的物流鏈 他們認為這個版本比市府好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這是拿停車空間來換的 台北一世不是只有買菜的這個功能 還有停車 肩負停車的這個功能 吳怡寧作為北農的總經營 他可以不去想停車空間 減少了這個市 但是柯市長 作為市府的大家長 他必須要把這件事情納入考慮 所以當他們糾結在這個 大家看得到這些新聞上的 意氣之爭的時候 我認為他們應該就 版本的實質內容去討論 比如說停車空間這件事情 我相信市民會非常有感 就實質來討論 而不是很多隔空的放話 就一些概念性的衝突 製造概念衝突 而沒有實質進步的意涵在裡面 來 三十秒鐘結論 不好意思 我覺得吳怡寧個性上面 的確有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柯市長 對於自己的團隊成員 也沒必要壞成這個樣子 就是他懂什麼東西 我會覺得那個態度上面 其實我看來會有些 性別跟年齡上的歧視 這是對於團隊的領導來說 不是一個好的文化 是 議員二十秒鐘結論 這個事情一定要超越 藍綠白的這些 啾啾哥哥跟惡豆 我們就事論事 不要因人廢事 到底哪個百分好 我們目前來看 是有檢討的必要 不一定是否反更好 也不一定百分好 我們發現這中間 有人比較好 有人也比較差 所以應該整個來做 一個重新的檢討 是 OK 我們今天討論的兩個議題 都跟所謂事實的真相 跟理性的探討 這兩個非常重要的 民主價值有關 脫口秀女王歐普 他在今年去南加大 的傳播學院 做畢業典禮演講的時候 他說了這麼一句話 說在假新聞犯難的時候 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美國媒體天后歐普 在南加大 傳播學院的畢業典禮上 鼓勵台下的畢業生 不但要說真相 寫真相 更要成為真相了 然後我是便宜天后市 我家雲端最緊線 我們一起上雲端 找尋真正的真相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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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